投資機會到處都有 說穿了就是把錢放在不同地方而已 你可以存在銀行 可以買股票支持一家公司 或是贊助朋友創業 或是比較好 我們無法簡單給出個答案 但是如果只選一個 風險肯定會很大 銀行可能倒閉 公司可能破產 有夢想的創業家們 也不一定每次都順利成功 就是因為有這些如果 萬一 才需要透過配置 減少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風險 資產配置 就是只將本金配在不同的資產 讓他們彼此互補 抵銷震盪卻又不失整體綜合回報 要有好的投資報酬 就得懂得如何資產配置 規劃資產配置之前 先來聽聽巴菲特怎麼分類資產類型 第一類 貨幣型資產 包含現金 定存 活存 外幣 他們的流動性高 可以彈性運用 但通貨膨脹是他們的剋心 長期下來 會被通貨膨脹侵蝕 使得錢越存越小 第二類 非生產性資產 像是黃金 貴金屬 他們不動如山 對通貨膨脹免疫 但也不會隨著時間產生新的價值 第三類 生產性資產 例如創造現金流的房地產 能產出鼓勵股息的股票 能耕作出作物的農地 提供服務或商品的企業 這類資產會有所產出 就像是乳牛一樣 重點不在於買賣 而是乳牛能持續產出牛奶的能力 第三類資產 是投資大師巴菲特最推崇的 他曾說 前兩類的比例會配得很低 希望多買買農田 或企業股票 讓有生產力的資產 帶動整個資產組合成長 讓生活更有餘裕 擁有掌握更多選擇的能力